男嘉宾小马25岁来自山西酒店管理 女嘉宾小可26岁同样来自山西也是酒店管理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主持人好 欢迎欢迎 看小片基本知道你心里的苦了 那一点点说吧 你说的倔对吗 对 然后因为倔吃亏是吧 你举几个例子让老师们听听 我女朋友吧 她就特别天真 她有一回吧 就那朋友发朋友圈 有商家广告说提赞 提多少个赞 送她那个进口的香水 我说天上掉馅饼的事你也信 挺费劲的事你就别那啥 她就不听就提那个赞 好不容易提够了 人家商家给她发过来一瓶香水 回来一看什么香水 就那五块钱十块钱 那略是勾兑出来的香水 然后她还给人家付的邮费好几十 你说你傻 那那就叫傻妈 也就是付了点油费嘛 这人啊真是 她还有别的呀 你说别的 来接着说 她有啥时候让骗了 她不光是让陌生人骗 她朋友也骗 她会交那些朋友 这是朋友的事吧 我朋友怎么了 我朋友 我觉得我朋友挺好的呀 她朋友在外地 然后交她过去 一起合伙 做一个什么什么小生意 然后我说我跟你去吧 我不放心你 然后她就不听我的 自己去了 然后把那钱就投了 然后过了好长时间才跟我说 我一看 那什么项目 就根本就不靠谱 她那朋友 怎么不靠谱了 就坑她钱去了 怎么就坑我了嘛 再说了 人家当时告诉你了 你愿意做你就做 人家没有逼着我 然后我当时也是看 就是说 我想挣点钱 然后为咱们这个蔚蕾 做打算嘛 我有错吗 再说了 人家坑你了吗 怎么没坑 没坑好几百块钱 投资了多少啊 好几千块一万块钱 我不是跟她要吗 我说我们不做了 她当时就不给嘛 她非要说有什么程序 流程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就没给你了 那你当时跟人家要 人家说过几天给你 对不对 你不行 你非要死呀 活呀 当天就跟人家要 对不对 最后那不是人家给你了 然后就是损失了几百块而已 你有必要这样说吗 你们加几百块钱 是大风挂来的 虽然不是大风挂来的 但是我觉得比起那个大树还是 大体还是回来了 对吧 人家也没坑你 几百块就不说了 关键是我一跟你说 你还不耐烦 你说我苦口不心 我不为她好吗 然后我老跟她说吧 你说她还跟我生气 她还生气 后果还挺严重 她一般如果跟你生气的话 她都怎么着 咱不说钱的事 就说逛商场买东西 逛得好好的 我要回家 生气了 为啥 莫眠奇妙 那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回家吗 因为我觉得你不够了解我 对不对 四年了 然后你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每次逛街 然后就是我那天正好脚疼嘛 我说咱们每一双运动鞋 然后她非要给我看 杆这么高的鞋让我穿 我说能穿了吗 最后看看看 她不耐烦了 然后吼我 你就说 你这个人这么难伺候 一双鞋就看不对 那是我看不对吗 那是我的问题吗 我觉得 最后我不是劝你吗 最后我又追出去捅你了吗 她跑到商店外边了 天特别冷 下着大雪刮大风的 我说咱们要不那个 回商店里商量暖和暖和 然后她就不听 在外边站了好长时间 那我当时不是生气吗 我当时生气 我想自己一个人冷静冷静 我不想在商场里头 那么多人跟你大吵大闹 你那叫冷静吗 你那叫冷冻 主持人 我跟你说 当时那天正在过情人节 对不对 人家好多情侣都出双入队 高高兴兴 然后你就吼我 说我很难吃吼 我好不容易出来 跟你过一个情人节 被你这样吼我能不生气吗 搁谁谁不生气 你问我 关键她生气吧 你生气男红也算了 她还爱冷战 为什么不跟你冷战 好几天 就不联系了 电话 扣扣给我拉黑 但是你一人我生气了好不好 没办法了 我知道她弟弟电话 我通过她弟弟 我才联系着她 红了半天 就把她红好了 你说我要是没你弟弟电话 你是不是咱俩就 什么叫不联系了 那我当时也是生气啊 所以说我不想跟你说这个话题 你知道吗 她可气人了 她把我在大雪堆里 然后放了一个小时 不是你自己没长腿 她把你放在雪堆里 你不跑吗 那我就是那一次 从就是其他地方出差回来嘛 然后她答应好 是去接我到点 结果我去了 你仍呢 你跟主持人说 你仍去哪了 你去哪了 我忘了 你忘了 你忘得轻松 我下车了 然后大包小包踢的 那你仍在哪了 我早上起来 到底干什么了 说实话 我早上起来 其实我记着的 然后踏中午的车嘛 然后上午 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让我出去玩会儿 玩什么 打游戏 打着打着 就着迷了 入迷了 你着迷就可以把我亮那 那我不就是 爱打会儿游戏 你真 你就是不关心我 那关心我能这么做吗 那我跟游戏 哪个重要 你说 那你呢 哪个重要 这好问题 游戏重要 还是卡重要 说 游戏肯定 那你 没人知道 你什么游戏 那肯定是你重要 你比游戏重要 不是 但是你不能 不让我玩游戏 是什么意思 游戏是我的爱好 不是 那你的爱好 就是爱好 那我的爱好呢 那你为什么阻止 我的爱好 他有什么爱好 我多少阻止 你的爱好 你说你多少阻止了 就是我之前玩 玩那个网络主播 然后你死活不让我玩 你说你有没这回事呢 不是 他爱唱歌 你说你唱就唱吧 你干嘛去 非得去当那个网络主播 那什么地方 你就下去 那我喜欢唱歌呀 当网络主播 又可以释放一下工作的压力 怎么了 那你唱歌 我也是想听他唱两句 你唱一句 来吧 唱一句 那关长歌 你们最会唱的 这也没音乐呀 你来了 我们键盘老师就跟你 来 谁的梦想铁却 冷月别管 浪也从目的 来不见大漠荒原 谁的爱让天下 晚方走远 金银三人心 巨寒看绿水清山 绿水清山 上载五千年 到梦无边 梦回大堂可看见 你又都是偏见 唱到好 唱到 为什么不让人唱呢 关键他傻嘛 就上面那些 听他唱歌 看看唱歌那些人 就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人家跟他要扣扣呀 微信呀什么联系方式 他都给人家 我是给了 可是我自己也有取舍嘛 我又不是说 上去为了干什么 但是我就是释放一些压力呀 这有错吗 我不是怕你被骗吗 你这个是非官比较混淆嘛 我怎么是非官不疯了 我再是非不疯 我也比你妈妈强呀 你妈妈都快叫是非不疯吧 怎么说 他这转到他妈那了呢 不是 主持人不跟你说 我可生气的 他妈妈就是有一次 他到听途说 他说小葛是一个 跟其他男生搞 爱美关系不清不楚的女孩 逼他跟我分手 那我跟你分了吗 我听了吗 可你当时为我解释过一句吗 解释了 我还没 解释了 没怎么解释的 行了 没事了 小葛 你看 然后他又 人没了 又没了 又失踪了 你没去找啊 找了 找了半天找不着 之后 他弟弟这回也不行了 也不知道了 后来呢 后来没办法来 我找他妈去了 哦 那我妈妈还是告诉你 我去哪了 我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夸张 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如果我不告诉我妈去哪了 你能知道我去哪了吗 哎 你知道跟他母亲关系怎么样 不是 你不能怨 他老说我母亲怎么怎么样 他关键跟我妈一起上班的时候 人家是长辈 又是上级 是 他跟我妈一起上班 一个三位 我说你妈一起上班怎么了 我又是上了三个月 爸爸 然后你妈妈是我的上下级 对 上上级 然后我是你妈妈的下级 对不对 确实是 确实是 不是 我跟你说 他妈妈可生气了 然后有一次 就是去那个员工食堂吃饭 他看见我手底下 有一个服务员 然后就因为人家吃包子 不吃馅 他妈妈大张其舞 把我叫到那个办公室 说这个服务员我要开除 我说为什么呢 他妈妈说 他吃包子不吃馅 然后我说 那人家吃包子不吃馅 人很多对不对 咱们不能这样做 其他员工也不服呀 这个理由很牵强 再说人家没犯其他过程 他妈妈说 我是上级 你是下级 我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然后我当时很生气 我说 你照您这样的话 我说我也吃包子不鲜 那你把我可以除了得了 这一天 然后他妈妈就除了得气 所以他妈要把你 从他们家开除啊姑娘 现在还在一起吗 跟你母亲 不在了 我已经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我已经就是说 跟他妈妈之后倒过去了 但是他妈妈还是 还是好像 不是你觉得你说那话对吗 人家开除别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就我也不吃馅 你把我也开除了吧 那我不是当时意见不合吗 我觉得是你妈妈故意针对我的 一见不合 你可以慢慢说吗 你说我妈都年过半百五十多岁人了 又是你的长辈 围晚点说 你那态度就 有点太刚硬了 再说到你妈妈那件事情 我之后就是因为工作的事情 我已经倒过去了 那么工作是工作 私底下是私底下 对不对 那为什么到现在了 四年了 她对我一个承诺都没有 什么意思 人家提法情侣都说结婚了 她都一句也没有 她没说要娶你啊 没说 你都不娶人家 你改造人家干嘛呀 改造好了不就娶吗 那你从刚才 都就说喜欢我 也没说 这毛病那种 听到这才听出问题 她没说要娶你啊 姑娘 没说 她说爱你吗 说了 说过吗 她说 我觉得她说 怎么怎么 去我什么什么 去给人擦眼泪的 不用擦 我自己擦 我给你擦 来 我不用 取不去人家 人家问你 取不去人家 你过去 你把你的脾气改改 让她改完脾气 你才取是吧 不是 你稍微收敛收敛 你说一个是我妈 对吧 你妈这事 我们听你们吧 养了我二十多年了 人家又更年期 你跟她讲道理吧 她也有时候听不进去 周年你怎么了 再说我已经道过去了 我也和你妈妈之后 处得挺好的吗 我就是除了你妈 我和你爸爸 也处得挺好的呀 我说你这个 问你 要不要娶人家 想娶 我就是想让她 把这个性格稍微收敛 怎么个收敛法 就是我劝她 她多少 考虑考虑 我跟她说话 她就是 这个耳朵进 这个耳朵出 行 明白了 姑娘 你想嫁她吗 说实话 我没这样 我没法嫁她 你看她都没跟她们家说 然后我也不知道 她们家啥意思 对不对 如果说你妈妈真的不同意 那我也不会死残了 打残着你啊 你还比她大一岁啊 姑娘 对 你不着急嫁人吗 咋说呢 但是 你不着急嫁人吗 我想找一个合适的 对不对 这个心态好 不合适 谈十年 该分手也分手 对 四年算什么 对不对 该走就走 你看你傻吧 你瞎听 我咋的瞎听了 感情是我俩的 你不知道实情 我不知道实情 你想娶她 你没说出来 那你跟她说 我要娶你啊 我要娶你 你能不能收敛 还有条件是吧 她得改 那就是不想娶呗 想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有一个疑问 你们两个人 谁先追求的谁呢 她追的我 我 你是一次成功吗 追了四次 为什么让她追求你四次 才同意呢 不是 因为她刚刚那个 追求我第一次嘛 那时候我也有男朋友呀 我不能叫她两只船 对不对 然后我拒绝了她 就第二次她追我的时候 然后我失恋了嘛 然后没有从那个 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 然后也拒绝她了 第三次也是拒绝 第四次嘛 然后我看她挺执着的 然后我就想 交往处处看尾 哦 从目测上看你们两人 我觉得挺般配的 你看这个姑娘呢 我觉得你的性格呢 非常的直率 对 但是呢 我感觉你跟她在一起 你觉得有一些委屈 她追求了你四次 你终于答应了 但是她没有按照 你想象的一种方式 来对待你 我觉得她就是对我不上心 然后对我不关心 一直也不跟我提结婚 这个事情 然后我家里都问我 她什么情况了 然后我也没法回答呀 别哭别哭 这位姑娘别哭 哭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她没有按照你 期望那种方式来对待你 比如说告白成功了 她应该跟你 在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给你一个正确的 一个名分 但是她没有 对吧 对没有 所以你心里就有 很多的委屈 对 于是呢 你就通过怨气的方式 向她去发泄了 小伙子呢 她的心态 我个人也比较理解 就是说她也很想娶你 要不她不会追求四字 但是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呢 有跟她母亲 产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她现在就是想娶你 但是可能没有 始终下一个决心 我就替她问你 你内心希望跟她在一起吗 希望 如果希望跟她在一起的话 我给你提个醒 你的性格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发泄方式 沟通的方式有问题 所以我希望姑娘 你能意识到这一点 一个是改善自己的发泄方式 二一个是呢 如果她以后再不 有这么明确的表示 其实我个人觉得 可以给她一个最后的通牒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那我觉得两个人友好的分开 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我刚刚看到的是一场 这个爱情保卫战童话版 这个典型的是公主 不过那边呢 不是白马王子 而是父皇 处处想管着这个小公主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用批评指责的方式 你只能让对方 更坚持她是对的 所以你那些指责 你发现 你的女朋友没有一样 认为我是错的 所以你所有的指责 都以失败而告证 只能激起她更多的任性 所以你的方式不对 好了 我们回来说一下公主 如果有一天 你到我家 或者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去 她家里的东西 你会随便动吗 不会 不会 对不对 要尊重 礼貌 爱情里面 也有很多禁忌 很多地方是不能碰的 你的任性 你想来看看到底 你在她心目当中 有多重要 然后我消失了 到底看到对方 是多在乎我 你有的时候太过着急 所以我想给你的 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爱情是有风险的 任性 许谨慎 她不适合你 你的脾气其实挺不错的 你看啊 对前男友是一心一意的 绝对是清清楚楚 然后脾气也非常直率 在场所有的观众都特别喜欢 但是坏就坏在了这个急上面 你需要立竿见影 我的错 你要立即原谅我 我的心情 你要立刻能够理解 但是你这个脾气急 最终会吃亏的 坦率的来说 这个女孩子 其实她的性格当中的种种缺点 经过很好的诱导的话 是可以改正的 但你偏偏没有那样去做 一方面你觉得这是一种嬉闹 挺好玩 而另外一方面 你确实不够成熟 没有这样的一种引导的方式 让她能够 把她的优良的脾气 发挥到极致 把她的那些不好的一面 幻化成可爱的地方 同时你也做不了你父母的主 所以今天你们俩之间的事 看着特别热闹 但其实呢 其中有很大的隐忧 再多失踪几次 又或者是你们彼此的某种 彼此需求达不到的时候 到最后就一定会幻化成痛苦 所以其实从性格上 和这种年龄上来说 我觉得它真的不适合你 就这样 四年了 我听来听去 最后发现 最核心的 最关键的是 你可能连一个承诺都没有 那你还拖着人家干嘛 你还说人这不好 那不好 你有什么资格说呢 别急着嫁人 你那句话说 我特同意 你找一合适的再嫁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咱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这样 你当我需要 很多老子 而已 我们没有开店 那你能不能再跟着 我们带来 《蜜蜜》 然后 到最后 在行 你 �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年轻人他们自己会怎么选择呢 请开门